这盘棋讲解是俯首称臣 1956年民家对局 红方是小神童一亭 黑方是天津的马宽 开局是中炮 对战是巡河炮 这个棋 红方直接威胁出路 黑方踩掉以后 正常你吃 他可以踩双 那你退回的话就失先了 所以的话红方先架中炮 次序非常正确 这儿的话上马 那么这里对方在吃掉这个炮 黑方很想上去踩双 但是动不了 先飞个向下来不踩 对方看住就不让 这个局出不来 选择出动横局 红方上马之后 黑方局9平4 准备上马威胁对方 红方先出去抓炮 然后挺兵不让 黑方的金炮把局封住 红方进行了捕食 黑方现在腾出手来 进居准备压马 红方冲中兵 是以弓带手 准备拱马 那么这个棋 对方赶快上 红方继续冲 准备居马 联合捉马 黑方采取的是 马四星六 这里有卧槽 红方的话就平居 跟住他 找机会上马隔断 这里黑方得先捕食 避免将军之后的出来 杀你抵食 补克之后 这儿选择上马 这个棋走马三进五 效果更好 因为马歇进五之后 将军 这里把炮换掉 然后呢 这号 他有一个推炮打马 刚才如果马三进五 现在就直接可以马五星六了 那么现在这个棋 还得解决问题 黑方这个棋赶快对足火马 红方也是挺兵火马 走到这儿以后 红方多了个兵 黑方这个棋推炮 要打马 那么红方不肯 黑方可以呢 给鞠升根 找机会 平炮脱身 这样的话 黑方兵用好 红方多一个兵 那么 红方稍好一点 黑方可以应付 实战的话 鞠二进三 那么这儿上马 平鞠吃马 看住 那么双鞠抢马 飞向 到这里 黑方补向以后 红方选择双鞠抢 炮闪开之后呢 进脑帅 接下来 牵着红方 这儿红方 双马连环 黑方试图呢 点将之后甩炮过去 红方当然不让 那么再推炮 他又是一桌 现在黑方 强行呢 打掉 这个意思就是 让对方吃一个 现在把马吃掉 作为这样一个棋的话 红方当然是接受 那么 简单一个交换之后 这个结果就在于 黑方 这个马才弱 那么 现在这个棋 出了问题 到这儿 红方一上马 卧槽 这边就要赶快 过得防守才行 结果呢 红方飞向 扣住不让 黑方这边 准备继续威胁 这儿的话 人家挡住 还是不让你威胁马 那没办法呀 现在这个棋 防守没法防守 这儿选择知识 那么红方 顺手牵扬吃一个 黑方就上 回马 又看住兵 这儿想吃马 然后呢 再跳进来 那么这里再吃的话 这边就回马一将 现在的话 黑方就下 这儿看似是手弱的 但是呢 这个棋啊 顺手牵扬 要吃你的足 这个足一冲之后 上马又是一将 平局过来 这儿回中间 随时可以跳将 那么随战棋 你要捕士的话 局有啥过来 所以他不能捕士 就平过来吧 关于这样一个棋 红方就冲兵 黑方这个时候捕士 那么红方 把这个项落回 将来马就有点位了 现在黑方 甩局出来 红方的话 平兵 准备这个兵往下冲了 那么黑方 现在进去吃马 红方退回 黑方呢 盯住马 又看住兵 不让下 那红方如何进攻呢 红方这个时候 先走一步 兵一进一 那么不让对方 有进边处的机会 找机会呢 平兵吃掉他 现在的话 黑方落相 试图上马 那红方也就平 黑方也就上 红方这个棋 选择是 居到底线 要破相 黑方当然是落相 看着好像暂时没棋 其实呢 吃掉这个足以后呀 红方是居马双兵 黑方关键缺了的是 非常难下 黑方的话 上马 试图呢 找机会去对掉 或者是卧槽 那对方就退回 接下来这个棋啊 那你现在 对子肯定是对不到 他能逃 那么黑方呢 先过一个足再说 红方的话 就放中居 不让你对了 那么这个棋 黑方在平 找机会上马 去卧槽去 现在 红方选择是 前兵平二 黑方到这里的话 暂时还不敢上 他选择先把相 连起来 但是这一连相呀 人家一吃 顺手不相就给破了 到这的话 这个棋啊 就危险了 那么你卧槽 其实也没用 将可以出 将军可以吃吃 现在这个棋的话 他马四斤六 想吃马 人家马一退 那么走这以后呀 现在这个相 肯定是被捉死了 跑不了了 那么接下来 等待他的就是 居兵围城 所以一个不够 再来一个 到这里马 快也只好认输 那离庭获胜 这盘棋 讲解的是 束手就擒 2020年的 集市传媒杯 南北对抗赛 红方是 特大师旺洋 黑方是 特大师 玉华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盘棋 开局是 西安之路 对足底炮 那么这儿的话 红方架中炮 黑方选择 飞右向 将来这个 足三金呀 就很厉害 红方的话 这个棋 有捕士走法 有上边马的走法 也有正常上马 不管 那么红方选择飞向 应该说是 在所有招法之中 最为稳健的一种 就看住兵 你又不能打 你足三金又不能冲 所以呢 这个棋 黑方选择上马 红方 马一上 要出狙 黑方如果正常出狙的话 两头蛇 所以黑方 务必要先征到这条棋 进足 红方出来之后呢 黑方出来 如果你走巡河狙的话 他这里必要手 就给你换掉 所以的话 将来对方是可以 跳拐角马出来 那红方这个飞边向 也是做好了 上拐角马准备 只不过人家上的是中向 阵型好 而你的阵型会乱一点 所以红方这个棋 阵型差的话 你对子交换下去 结果 那还是不舒服 所以红方就要打破 这样一个局面 他抢先上马 这儿的话 虽然是阵型差一点 但他这个速度快呀 那么黑方这个棋 叫浸泡 风居 你既然不出居 就不让你出了 那红方到这里的话 选择以退为进 这招棋呀 精妙 你现在不能打僵 他可以反打僵 将来吃你的炮 那临场的话 这个棋 对方肯定是不肯 前进的话 上马又是一蹬 加了利用 所以对方只有退一步 起到一个风居的作用 那红方呢 这个棋选择处居 对方上马之后呢 这里走个炮八平六 那么从左边来看的话 他这个居肯定是要过去吃马 临场的话 对方赶快就对居结尾 那么看似没有问题 但其实呢 试了一先 这个棋如果走得强硬一点的话 就马四金六 穿弓马跳就行了 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他是担心啊 对方可能将来 跳过脚马 他打你中足啊 所以不甘心 就选择退掉 哪怕让你多走一招棋 反正我封住你的居 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这时候呢 上马 那红方想出居的话 很容易 一掌去就出去了 当然黑方心跳回脚马 必须凤芒 这时候你再走居二金一 效率就不高了 怎么办呢 红方兵三金一 要把这个马 跳到河口 将来去卧巢 黑方当然希望 自己的马 可以抢先上来卧巢 所以双方在抢速度啊 谁先冲 可能就会亏一点 所以的话 红方心的掌距 压缩空间 因为红方呢 牵制住黑方啊 黑方这个炮散 是没有用啊 这边全部被牵住了 所以他必须得 打开局面才行啊 因为你不打开 有点上马踩着你 红方这个马 就倾引直上 没人管了 这马连续上两步 还要踩你中足踩霜 所以面对这个骑踩霜呀 他只能先冲掉 让红方去吃 然后下出一个上马来 这样就不怕你上马 连续手段利用了 此时红方仍然是利用 退回 然后一上马 刚才说到 本来准备踩霜了 对方已经 摆脱战一个问题了 然后呢 这个骑黑方 巨炮被牵呀 也是痛苦 索性的就换掉 红方也是接受了 换了之后呢 局面就比较平稳 但是呢 这个骑呀 红方持有先手 只管往里踢啊 可以说是占优啊 因为踩着炮 对方得闪 然后呢 上马 对方意思是我 进炮啊 用炮把你马换掉 这个马再退回 再把你平炮逼退 你就没骑了 红方到这里 连一个兵也不多的情况下 这个骑怎么样 拓展优势呢 红方下出的是 飞向啊 那对方就上马 看着卧槽 红方进炮 是抓住这个局面的关键 不让你卧心炮出来 那黑方赶快就出来 这儿的话 这个中族打不了有马 所以呢 先消灭对方的马 对方也消灭你的马 那你也打过去 双方进行了交换 这儿的话 对方这个炮在险地啊 就闪开 挡住红方啊 残骑炮回家 他不让你回来 准备了推炮 去打你的马 把你逼退啊 你当这个马被逼退的话 将来这边 可能还有狮子之围 所以的话 红方这时候炮六推二 就堵住你啊 不让你打马 黑方的话 这里还要面临炮打足 所以冲一步 红方这时候推炮回来 准备架中炮 打中足 或者是炮三平器啊 打对方这个三路足 所以这两个足 肯定要丢一个 黑方索性就补格式吧 认为你放中炮 也看不住呀 这儿的话 这个锡啊 炮三平五 先取中路为大 对方选择炮 这样就守 这样的话 红方就退一步啊 找个机会 比如说我一回马踩炮 就可以吃你中足了 黑方一看也看不住 索性的金炮 威胁对方的兵算了 红方打一个 那黑方选择打一个 这儿还要打另外一个 红方是不肯的 而且还能把对方马制住 对方的话 这个骑足一进一过来 准备把这个兵换掉 那么这个骑 红方炮瓶先吃 准备打另外一个 黑方就有瓶 红方又吃一个 黑方马上不去 有马在这里锁入 那么你吃的话 他就向掉你 黑方的话不愿意吃 就退回去打 红方的话 金炮 准备打掉对方的马 再卧槽 对方赶快吃个事就不让 到这儿的话 也算是苦如忌 但是呢 红方吃完这个事啊 优势还是很大 黑方到这里 选择了一步上马 非常无奈 接下来这期呢 红方就先补一个事 把阵型巩固一下 黑方也是补个事抓炮 红方自然是 炮丝平二 准备底线穿僵 将来还可以握槽马 这儿给马腾出路来 那黑方走的是 炮一推二 就守住 不让你僵 红方呢 进炮 直接呢顺水推舟 打你的马 黑方就往上冲 找机会握槽马 来跟反击偷袭 此时呢 红方直接走了一招 飞向扣住 你还不能吃 他有马看住 下一步 推炮还要打你双 黑方赶快逃开 准备呢 把中兵吃掉 那红方就冲一步不让 那眼看这个旗啊 吃不到兵 黑方呢 就浸泡 试图掉闷弓啊 那红方就支个室 黑方掉过来 红方呢 兵器进一度合 这个足过来 想换兵没换到啊 那这儿的话 底线一僵啊 这里就上去了 对方马腾敬酒的意思 是要吃掉这个边兵 红方的这个旗啊 只要能把边兵守住 对方就要认输了啊 又没去走啊 红方怎么走呢 先来一僵啊 飞向 这里的话 平炮自然是可以守 但是这样太笨了 红方的乙弓带手 顺势上马 这个旗啊 将军 还有炮对方的士 太厉害了 那么到这儿的话 这个旗啊 对方他也顾不上啊 打这个子 他选择是炮一斤 先把马赶走啊 赶走之后再吃 红方呢 这个旗直接将啊 对方选择落势 那双江 这儿就有上 然后呢 这个马斯推二呀 牢牢地把这个兵给看住了 所以呢 红方先有三个兵 对方呢 这个旗他没办法呀 看着中兵过 骑兵过 那这个兵还吃不到 所以呢 对方就选择认输 那这个旗啊 如果黑方小族过来 想跟红方对杀 能否杀得过呢 简单给大家摆一下 这个旗他有炮而推 马后炮的杀旗 就有逃 将军你就有出啊 这样的话 红方这兵连冲两步呀 也是没法抵挡的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一步棋呀 兵骑瓶六绝杀 所以呢 到这里他不得不认输 方扬获胜 我喜欢在浏费的 然后呢